嗨大家,我是你们的树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以韩剧为灵感的冬季一周穿搭 一起来看看如何叠穿 让自己又能获得韩剧女主般的氛围感和不费力感 又非常的温暖好看吧 第一套访问是青春爱情距离走在校园里的学姐 忍受我这无与马尼苏的形容 Oversus唯一肯定是冬日遮肉必备 外头再套上大大的羊羔毛外套 冬天我真的最讨厌袖子上去了 然后中和一下 戴一个酷酷的棒球帽和一个很文艺的黑不道 这一身休闲街头又还算温柔的穿搭就完成了 这一段突然找不到兜了 虽然穿搭是这么搭 但我相信大家冬天大部分时候都是会这么度过的 这一段我好像在表演吃冰糖葫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的表演很冷 但是这套穿搭还是非常温暖的 下一套的主角是每天不想早起 懒得洗头 却偶然一天在学校和体育部帅哥 壮个满怀的肥宅女大学生小偷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废话 就是韩剧看太多了 跳进一双鞋子 耶 这一套颜色就配得很规整 基本都是蓝色的呼应 整体就是松松垮垮大大的 外套是一个很酷的阳高毛外套 看我的表情 开始很做做的拽起来了 和卫衣一样颜色的围巾 再配一个大大的包 这一身绝对了 满脸显满了 我最酷了 我最帅了 接下来是一些无声表演 如果尴尬到你了的话 你就忍受一下 下一套衣就是很酷的女大学生 小头的妹妹 小小头 这一身套装我真太喜欢了 就是复古又很潇洒 卫衣配靠领毛衣 在冬天绝对不会错 再配一个长大衣 加上棒球帽 中和一下风格 看起来又很酷 但又不会过分成熟 想象一下 穿上这身 你就变成哈利Bever 最终可以找到 儿时偶像当老公 想想你的偶像是谁 不好意思穿台了 今天是韩剧穿搭 不是欧美穿搭 没事 穿这身 说不一定你就会找到男祝贺 这一句就是我在乱说了 下一身就是比较可爱的 一条很合身的牛仔连衣裙 配一个今年最火的 复古毛衣小背心 我这一件是同装164的 你别说还非常的合适 今天单品重复率很高 也是一一多穿很方便吧 冬天穿裙子配长大衣是一定很酷的 就是整体又有小心机 很显身材 但又不会说很做作 也算可言可甜的一身吧 下一身是非常韩剧的韩剧穿搭 有点偏向温柔姐姐风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自己的时候 非常说不出口 色系整体都是米色调 一身都是比较大大的圆圆的 但我还挺喜欢冬天把自己变得圆鼓鼓感觉的 西装和后外套搭在一起也挺合适的 然后再戴上大大的围膊 就出了脸 这就是韩剧标准的勇敢搭配了吧 最后一身啦 这一次小头的剧本好像是很有学问的高等学姐 先来一个很保守的衬衫配毛衣马甲 选择紫色的宽威 感觉更有趣 也带了些复古感 底下我没有穿很正式的裤子 而是挑了这条有点蓝散的牛仔裤 也是为了中和一下整体风格 这里我貌似在展示和炫耀我的假镜框 其实不是假镜框 是我的眼镜被我把镜片摔掉了 最后配一个短大衣 比较知性 但是又不死板的一身 就完成啦 现在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身呢 可以把你最喜欢的那一套打在弹幕上 让我看看哪一个小头是你的最爱 那今天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我是你们的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关注我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还有帮助的话 也一定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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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